刚刚过去的冬季风暴为南加州多地的山区披上了白衣 圣贝纳迪诺县山区里的社区甚至被数英尺后的积雪掩埋 为此 国家林业局发布紧急关闭令 从周五起 圣贝纳迪诺县的山区 警县居民和急救人员入内 18号 38号和330号高速公路会继续维持关闭的状态 县官员正在与加州国民警卫队合作 为受困居民运送食物等补给用品 并清除道路上的积雪 尽管目前加州的气温开始回升 但迹象学家斯文预测 在未来几周内 加州有约20%的可能性会迎来一条或多条大气河流 带来更多降雨 而接近历史记录的积雪量 在融化过程中可能会造成严重的洪水威胁 因此 生活在积雪下游的民众应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新唐人电视台洛杉矶记者镇综合报道